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影片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也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首先先把劇情給破完 欸不先練滿25等嗎 怎麼直接劇情了 沒關係OK的 當然你也能練完25等後 再去打劇情 不過劇情所送的東西 沒有那麼好 所以直接先破完劇情是OK的 破完劇情後他會叫你去打直線任務 也就是探險任務 不要打先把你的等級練完後 再把它解掉 而練等最快的方法 當然是打公開啦 那要在哪裡打公開呢 當然是以每週的三點為優先啦 像是這禮拜的就是歐洲死區EDZ 當然你也可以在水星 不過你也知道水星的公開 只有一個很難農起來的 至於水星的公開 要怎麼變英雄事件呢 可以點一下右上方的資訊卡 裡面有教你 怎麼把水星的公開事件 變成英雄事件 OK回到正題 剛剛講到了練等的方法 最快就是公開事件 你想要再快一點的話 就是搭配大獎章套餐 練到25等後 你就可以開始繼續聰明的光等了 首先先把三個支線任務解完 輕輕鬆鬆 簡簡單單 接下來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 就是繼續解支線任務 不過是英雄等級的支線任務 英雄等級的支線任務強度是300 所以建議不要一個人去打 而且最後會有時間限制 不過英雄支線如果有屬性極化 會變得比較好打一點 而這些關卡的加成 每天都會換 像是有時候是屬性極化 有時候就是動量 所以建議還是兩三人去解 會比較簡單 這是第一種打法 第二種 則是去打 李維坦 對 沒有錯 到目前為止都不要去領強力裝備 絕對不要領 因為李維坦的最後獎勵必定330 而且李維坦中間的關卡獎勵 也就是 狗 雙刀 太陽 這三關也都是強力裝備 所以建議先把簡單的李維坦打完 也就是300李維坦 你問300李維坦跟之前的270有差嗎 完全沒差我 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就是非常簡單 OK 打完了主線 升了等級 也把李維坦打完了 接下來該做什麼呢 要開強力裝備了嗎 可以 但是如果你可以打得過330李維坦 建議先去打個再開強力裝備 目前我是先打300李維坦 然後再開強力裝備 而且我的強力裝備 非常 非 一直抽到衣服 所以我的強力裝備 就有點給他不強力了 那我現在的光等是325 如果你運氣好一點的話 應該可以到330左右 直接一個快破台 OK 所以快速升光等的方法就是 破劇情 升滿25等 打力為坦 拿強力裝備 最後你可以去解水星的英雄探索 來拿失落預言的箱子 這裡來講一下失落預言的箱子 這禮拜除了一開始的第一節的箱子 還有3、4、5節的箱子 目前這禮拜只有開放這三個 你解完一個後還可以繼續解下一個 而聽說下禮拜會再開放其他失落預言的箱子 那這三個會不會不見呢? 這個就不確定了 所以想要解預言箱子的觀眾 要快點去解唷 目前知道第一節是赤猴步槍 第三節是左輪 第四節是脈衝步槍 第五節是衝鋒槍 等到下禮拜應該會變成另外三個 而且所有章節的武器都已經公布出來了 之後會再做一部所有章節的武器 OKOK 以上就是305之後可以快速衝光等的方法 雖然現在才把影片做出來好像有點晚了 不過下禮拜大家可以照這樣試試看 說不定你的光等能衝得比較快一點 接下來繼續講一下關於預言箱子的東西 相信很多觀眾都已經差不多開始在刷 預言箱子要的素材了 這禮拜的箱子要的素材有 藍色的放射蟲跟藍色的備論 放射蟲可以靠刷公開 刷地圖寶箱來獲得 而備論需要靠突擊任務 PVP或是水星的英雄探險任務 備論推薦刷水星探險任務跟突擊任務 PVP如果你有做壞的火焰槍再打比較好 今天來教大家怎麼快速拿到放射蟲培養物 好那我們馬上開始教大家怎麼快速的刷 這個濃縮放射蟲培養物 那通常是綠色的啦 如果你運氣好的可以抽到藍色的 那這個放射蟲主要是靠打公開或者是開寶箱來拿到 那我們傳到了聶索斯的黑色移民號這邊好不好 我們要刷的主要是刷的寶箱啦 那如果是刷寶箱的話當然我們要開這個東西 叫做偵查報告 聶索斯偵查報告 好我們這邊開車 我們看到下面已經有一個了 好我們開車進去 好我們來到這邊小巷子 傳送過來的右邊這邊有個小通道 可以通到地底下這裡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 往前走 好我們這裡應該就可以看到寶箱了 有了我們看到了寶箱有可能在這邊 那也有可能會在這裡面 這個通道裡面 然後也有可能會在這邊 這個地底上 也有可能在剛剛 No.0這裡 門旁邊 然後或者是 這裡上面一點比較難拿到 那我們這次是在這邊 開個隱形過去 隱形隱形 欸 我看能不能刷到 有喔 一個藍色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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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好了吧 直接一個藍色耶 哇 賺了十個綠色 好 我們刷到 我好興奮喔 我們刷到了一個之後 我們進去這個 傳送門進去 好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那速度的話 我這裡速度是調了 機動是調8 那我們鞋子 我沒有穿践踏鞋 因為速度不要太快 如果太快的話 他刷的速度不會那麼快 所以我們慢慢來就好 好不好 好 我們就這樣 一直往前走 OK 我剛剛竟然抽到藍色的耶 我是第一次 直接抽到藍色耶 要不然我都是 十個綠色去換一個藍色 好 我們繼續往前走 就這邊 靠著右邊 一直往前走就可以了 好 那往前走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傳送門喔 對 我們進去那個傳送門 好 我們到了 哎呦 到了這個傳送門 我們一樣繼續往前走 就OK了 往前走 好 往前走之後 我們又看到一個傳送門 沒有錯 就是走進去就對了 走進去 喔 有 我們進來了 好 我們再看一下 附近有沒有寶箱 那如果你太快的話 就像我現在這樣 可能就不會有寶箱了 可能 對 應該會有看我速度太快了 就沒有寶箱了 好 沒有寶箱的話怎麼辦呢 你可以再傳送回來一遍 OK 我們再傳過來一遍 這樣就三個 喔 三個為上限 藍色是三個為上限啦 那綠色是 二 二十個為上限喔 好 我們傳一下 卡個loading喔 OK 來了 好 我們一樣直接開過去 所以我的速度 你看 下面有了 有看到嗎 下面又出現了 那我機動8可能調 可以再調慢一點 可能機動來個6 或者是6 5 6 7就可以了 8太快了 好 好 我們剛剛有看到對不對 我再找一下 它藏在哪裡 我又是這裡吧 對 又是這裡 我再去開 它應該不會再開到藍色啦 因為藍色為上限 綠色的有可能 喔 沒有 就個聶索斯標誌而已 很可惜 好 那這個就是 快速刷那個 欸 這個叫什麼 放射蟲的方法 對 路線喔 那以前 唉唷 我怎麼進來 以前我都是靠這個方法來刷 代幣的啦 但代幣好像沒有什麼用了 就是 等一下 剛好我可以刷個 呃 放射蟲 OK 那如果 我剛剛是有看到了 這是 喔 這是剛剛開的 這是剛剛開的啦 剛剛開的 那如果想要刷放射蟲的 很缺放射蟲的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試試看喔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點下喜歡 並且分享出去 給更多朋友 想繼續收看呢 可以點下有帥氣的 還要來訂閱 哈記我的主播 並且按鈴鐺的按鈕 我是羽毛 我們下一部影片 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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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